周女士介绍 苍义绿院设立了两个外卖柜 分别在南门北门 4号凌晨自己点了两杯奶茶 外卖员放在北门的外卖柜上 并拍了照片给她 周女士报了警 看到了当时的监控 说是给她送奶茶的外卖员前脚刚走 另外一位外卖员就拿走了奶茶 她反映情况后 平台给她做了退款处理 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在纸上 贴在外卖柜上 有好几个人联系她 说是也有类似经历 跟我反映说她被偷了三次外卖 然后还有一个小姐姐说 她点了一百多块钱的这个东西之后 也是被偷走了 然后后来他们去查监控的话 都是无果的 道路监控队是派出所查 它统一换这里的 外卖小哥都去不去的 丢了有丢的 有的时候她估计会拿错 但一般的话 一般不会有人去偷的 北门这个外卖柜 跟小区门岗之间 隔了两三间店面 人员来往频繁 记者注意到 外卖柜里有些外卖 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了 卫生情况 一般般了 你看得到的吗 他们得整治这个地方 一个是偷拿外卖 他们至少得有监管措施吧 不管说你能不能起到 一个很好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外卖柜的 卫生问题也是需要处理的呀 而且毕竟是放这个吃的东西的地方 可以看到黏乎乎的这种汤汁 然后各种撒漏的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天热 还有你看小飞虫飞来飞去 还有一点那种味道出来 然后没有人去管理它 说最近的卫生上面呢 那么我们可以加强 这个因为我们也在 也在一直要求就是保洁 保洁部啊 针对现场进行擦拭啊 或者是进行一个 适当的一个消毒啊 物业的张经理介绍 之前打扫外卖柜的瓶次不固定 有的时候可能两三天一次 有的时候可能一周清理一下 现在天气热了 针对周女士提出的问题 他们愿意每天清扫 目前外卖人员无法进入小区 外卖柜的设立也是为了方便住户 平时确实没有专人在管 小区体量大 暂时也无法抽派人 不过他表示 他们提前做了工作 当时设置的时候 我们也考虑了 就是说在监控范围之内 外卖你拿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外卖到底是不是您的 或者是不是他的 我们也没有无从是核实呀 我们保安就算是刑查了 我们也保安也不知道 这个外卖到底是不是他的 所以我们微信上面 二房东的有个群的 比如说外卖人员不能进入的同时 我们就开始提醒了 就是在下单的时候 一个注意两边的门杆的 那个间距 就是还有一个下单的时间 我们就要叫他下单 下单下好 做自己的注意的时间把控 至于那些放了几天的外卖 张经理表示 这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 或凌晨的时候 我们到一点或者两点 凌晨的一点两点 我们去看还有多少的外卖 那么我们看就是有发错了 或者有可以扔掉的东西 我们也是一个通过怎么样 拍损音相机 我们不敢拿的 拍好之后 我们才敢扔掉的 因为扔的时候 我们也发生过 就是类似就你说的 把清理掉了 然后他又来扔你了 他说我要的东西 他说你们扔掉了 他说我们赔钱 张经理表示 接下来会考虑在外卖柜边上 张贴温馨提示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